廚師二老衛保肺,嚴液妹頭腦破綻 台灣加以嚴液投資駕案 警方昨天凌晨,拉著與死者陳婉婷一起住的二哥 懷疑有中度精神障礙於他承認 曾經幫門會買大約166萬港元的人壽保險 首億人是自己和媽媽,但否認犯案 做廚師的義法,上個星期一和二 向任職的餐廳請假,還借了菜刀和教授套 上個星期三早上,CCTV就拍到疑犯拿著膠袋 警方兩日後就收到匿名信 說死者的頭被氣是嘉義水上香一個男公廁 警方又說疑犯處理屍體的手法,暴露了他的專業 因為死者的頭查了鹽之後,用至少七層山包住 似乎有雪光 警方在他的手機紀錄,發現他事發當日 曾經到過棄屍處,而疑犯的浴室也找到可疑的血跡 再鄰居說死者曾經滲過疑犯想性侵自己 到死者身世都幾慘,十八歲結婚 四年之後離婚就和疑犯一起住 還患了抑鬱,視為油檔黑食 兩兄妹曾經過濕碎的野口角打氣上來 而警方就說不排除案件有人在逃 正全力追查送匿名信的人